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在朗原创作的环境艺术 是表达我们对和花雀的关注 和花雀正式的中文名叫做黄空巫 秋天就快修成的晚造米 就是最吸引他们 但由于过度暴猎 黄空巫现时已经成为瓶危物种 我们担心黄空巫很快就会步入灭绝之路 过去十年黄空巫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红皮书的瓶危级别里面 自从2004年由瓶危升至近危 2008年升至二危 2013年升至瓶危 而2017年更加升为极危 因为暴猎作食用 以及棲息地的破坏 令黄空巫数量在过去数十年急跌九成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在1997年立法禁止暴猎 但非法滥捕以及黑市发售的情况依然是非常严重 香港官僚会一向自力保育瓶危的雀鳥 而黄空巫正是我们现时重点保育的瓶危料种 自从2005年香港官僚会与长春社会获得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资助 与当地持份者合作 在上水浪园开展生境管理工作 水稻田是黄空巫喜爱的棲息地 因此我们在2009年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 我们相信在浪园过境的黄空巫数量是会越来越多 我们亦都在2017年获得玉龙自然护理署支持 在上水浪园展开黄空巫环置工作 希望藉此是了解更多黄空巫来港棲息的数量 在港逗留的时间及后的道东地点等的迁势资料 这些资料对我们制定黄空巫的国际保育策略 以及生境管理工作十分重要 我们要搞保育和花鳥的运动 是因为和花鳥虽然以前铺天盖地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我们很努力地吃 吃到现在变成贫林柱种的鳥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们其实在生态学过去那两个世纪 都见到很多这样的例 就是一种物种多或者少了 然后它引起一些我们意想不到而很巨大的后果 那么我们人类基本上承受不起这种后果 所以我们必须要见到某个物种减少的时候 就要想办法促进它 不要减少得那么紧要 就尽量希望它维持原本的数目 这样才能够将原本那种微妙的平衡 就保持住,捉住它 有见及此 香港官吏会将2018年定为国际和花鳥关注年 将会与世界各地的鳥类保育机构合作 保育贫危的黄胸毛 我承诺支持本地农业 为和花鳥提供棲息地 1970年 outer 墙 是的 下一个